各位觀眾早安,繼續收看我們的直播環節 有事想問可以打個電話給我們,又或者發電郵過來 三邊嘉賓是Anno,來自研究部的分析員譚志樂 早安,Anno 早安 我們先聽聽李小姐的電話 是呀,李太 早安,李太 我呢,不是那麼清楚那隻一號呀 如果我買它,是不是一千股場實換一千股場和 還有一千股場地,一共換兩千股還是一千股 嗯,好呀 暫時你是有貨證怎樣的 沒有貨的 哦,你沒有貨的 我想買,我想知道它究竟是否換到兩千股場和和場比 嗯,好,我們先看看股價 先看看,場實方面,151.7%暫時有些七牛子 在兩個假月之後就會公佈業績 那就是一股,即是它會如果重組之後 就會換回長和的股份 就是一股換一股 而這個動作,除靜日是3月18日 可以留意這個日子 暫時怎樣部署借場實呢 那,的確沒錯的,你買完之後 基本上就可以一股換一股,長江和的實業 那就是講著長和集團 那之後就會用一個介紹形式上市的長和集團 就會用一個介紹的形式上市 將它們的地產業務 即是在場地上就會上市 那所以你說現階段 如果你說去買長實的話 基本上由於一股換一股的關係 那就不需要牽涉著未來 會有機會出現一些稅股的問題在那裏 那所以,長和和和 現階段的長實和和和 那其實你要買的,看好合併之後 在公司的表現上面 都會選擇長實為首選的 始終不會牽涉稅股的問題在那裏 但我想你看到一股換一股之後 再可能會有機會分拆介紹場地上市之後 就看回到 我覺得你說後市來說 其實是會有條件 看好一點點 但這些位置 論直博 首先會留意 未必說真的已經是非常吸引 因為第一 這個消息公佈完出來之後 估計已經升了不少 其實升的主要原因就覺得 這次合併重組的消息 都能夠帶動到它們去釋放NAV 每股資產正值的價值在那裏 因為講這些本地地產股 過往幾年來講 甚至現階段來講 股價對NAV來說 都有一個折扬的情況 但升到現階段 就好像以長實為例 都以150元這些位置 折扬幅度已經不是非常大 所以後市來說 我覺得這些位置再去買 上網空間也未必說會太大 但我覺得這些位置 都會有條件看好一點點 看回走勢上面 只要不跌穿148元這些位置 後市來說 會有條件繼續看好 所以我覺得如果在這些位置要買 我覺得是可以的 暫時來說 以長實股價走勢為例 只要不跌穿148元這些位置 後市我覺得都會有條件繼續看好 OK 你看有沒有其他東西想問 我想知道 它是未換兩千股 長和一千 長地一千是否換兩樣東西 我想知道這個問題 剛才Anno說 首先3月18號就是徐靜 所以你如果要做這個動作 就是這個日子之前 就是一股換一股 重造之後的長和股份 然後長和股份 就會獲分牌一股的長地股份 而長地就是以介紹形式去上市 即是一換一的 好嗎你看 其實我不太記得長地會派幾多 但是在長和方面 又會換回的而且是一換一 最終長和會用一個介紹形式去上市 暫時來說 我自己看回到的就是這麼多 好啊 或者我們先謝謝李太 或者我們稍後再跟進多一點 如果有其他的問題 我們會再親自解答 李太的電話查詢 謝謝李太 我們現在回到E-mail方面的情況 看看Veronica給我們的E-mail 問兩隻股份 第一就是問1618 暫時來說 升超過百分之一 現在升近三仙部2.24 他說在257就入貨了 暫時又怎樣部署呢 都在賺錢 會不會都設置指賺位 還是可以保持風箏呢 你會看到後四來說 我覺得都會有條件 繼續看好一點 始終講這些股份 整體然然都會繼續 受國策的扶持 我想你會看到 其實你說現階段市況上 相對地會比較悶 這些受國策扶持的股份 我覺得都會有條件 繼續看好一點 所以我想你會看到 這些市況 我相信整體而言 變動未必會太大 就算內地股市服市完之後 港股都可能會維持悶局 所以短線部署上面 我覺得未必會有太大的變動 但你會看到 其實這些股份 始終都會跟經濟敏感度相對比較大 甚至負債水平較高 但未來來說 我覺得都會有短線炒作 就是一旦假期之後 看到仍然有寬鬆的貨幣政策 或者一些刺激經濟政策 股份可能都會有機會炒上 所以你又重回整個技術走勢上去看 不跌穿2.1這些位置 我覺得現階段都會有條件 繼續去持續 只要不跌穿2.1這些位置 短線來看股價有沒有機會突破2.3 大約20天線這些阻力位 如果能夠突破之後 目標可以看2.5這些水平 好 另外Veronica想問編號1829的中國機械工程 這隻股份 她說都有貨 大約在6元就買入了 現在都賺錢 去到6.51 暫時就沒有起跌 恭喜先 兩隻股份都有不錯的利潤在手 想了解前景和怎樣部署 其實都留意到編號1829的股份 股價都屬於強勢 有幾個利好因素 首先公司在2月12日來講 宣布了獲得1.07億美元 一個電力項目的合同 就是與馬力政府方面簽的 再加上之前一些重型機械股 這些股份來講 都有追捧 怎樣看回後市方面的表現呢 其實如果重型機械股 整體而言近期的市況上表現 不是非常強的 或者基本因素 其實就會相對比較弱 但是為什麼中國機械工程的走勢相對比較強呢 主要原因公司牽涉著很多海外訂單項目 始終海外基建項目上面 整體而言表現未必會太差 甚至見到 近期來講 很多海外的訂單 內地很多公司都能夠接到在 對於前景來說 是會看得正面一點 再加上最重要就是這個板塊 整體而言包括中國機械工程在內 股值都不算貴 所以因此股價都不斷地受到追捧 回到走勢上面 這些位置我覺得都會有條件繼續看好一點 因為從這個位置上面看 技術走勢上面 股價近期來講 徘徊在6.9-6.9 這些位置整固 但是你看到了 短期後市這些位置 有條件繼續向上網 只要不跌穿6元這些位置 我覺得問題不會太大 現階段股價的上升勢頭 仍然是一個浪高於浪的情況 所以不跌穿6元 我覺得會有條件繼續看好 如果能夠突破7元這些阻力位 目標可以看回7.5元這些水平 好 多謝先看家庭觀眾的email查詢 之後我們都跟進恆生指數 因為這一刻跌幅擴大了 現在跌了151點 去到24,685點 成交今天又183億 國企指數跌39點 去到12,001點 暫時港股方面都是偏淡的 勢頭 當然是一些重網股 好像回控方面拖底表現 現在跌超過3.5% 低位見過69.15元 暫時港股勢頭 都好像沒有什麼運行 怎樣部署 會不會都是官網為主 這個星期 看回港股短期來說 我的確相信官網氣氛會比較濃厚 就算假期之後 內地股市開始服市之後 我都相信未必會有太大的變動 始終市場會關注兩會相關的議題 現階段 如果真的見不到 內地方面 特別是一些貨幣政策上面 沒有一些特別的消息出來 我都相信未來公佈的一些經濟數據表現 都未必會太過理想 都會對股市來說 會有下陷的壓力 但是這些位置調整的幅度 我都相信未必會太過大 因為最終 我都覺得會有機會出這些貨幣政策 包括可能減息 再減存準率等等這些政策 其實短期後市來說 出台的機會都不少 所以我覺得後市來說 都不會看得太過差 不過短期來說 看回剛剛一些重磅 好像匯控公佈員的業績相對比較差 這方面短期來說會影響到大市 但是你看到今早來說 其他的 好像中移動 一些中資金融股等等 表現相對不太差的情況下 都可能對大市來說 會有一個略為的幫助 但是幫助性也不會太過大 所以廣估短期後市來說 我覺得很大機會 維持一個上落代變的格局 看回走勢上面 其實都大概很多次 廣估現階段 恆指是徘徊在24,600點 至25,000點 這些區間 而拉闊少少看回到 整個橫行區間 都是徘徊在24,400點 至25,000點 這些區間 所以短期來說 恆指很大機會 徘徊在這個區間上面 就算跌穿了一條 十天、二十天線都好 我覺得不需要太過擔心 只要恆指不跌穿24,300點 左右這些水平 後市來說 我覺得不需要太過差 今天本領銀行股都做得一般 看看恆生銀行11號 都跌2%左右 去到139.9 至於渣打 跌幅比較明顯 跌超過4% 最新報110元8毫 留意就是編到288的渣打 我們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Mano先問一下 說的固分有沒有哪一隻蟑蜘 沒事的 謝謝你 我們稍後再談